洗完澡以后到底要不要马上穿内裤呢 我有个闺蜜说 她男朋友每次洗完澡都不穿内裤的 说了还不听 甚至还以健康为由试图去说服我的闺蜜 也不喘 现在她严重怀疑她男朋友另有目的 其实洗完澡以后 虽然我们会用毛巾擦干身体 但是身上各个部位仍然是带有未蒸发的水汽 这种潮湿的环境就是滋生细菌的沃土 所以说无论男女都不建议在洗完澡以后 立马穿上内裤 可以等她稍微干燥以后再穿 那现在夏天出门在外 一身黏乎乎的 又洗不了澡怎么办呢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神器 就是这一款磁石男士内裤了 既舒适又性感 它的设计是非常懂男人的 首先它是有两个小磁石 可以释放一个微弱的磁场 养护你的那个啥 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采用了温感科技 遇到潮湿 表面的小圆点 就会把它吸走了 让你里面一整天都非常的干爽 而且它整个都是一个 宾斯莫代尔面料的 弹性是特别的好 特别的柔软轻肤 穿上就跟没穿一样的 特别舒服 每一条都是这样的一个独立罐装 方便携带 有档次 听我的啊 夏天来了 赶紧给自己换一个好的装备吧 谢谢大家